我觉得必须得跟 应该必须得跟 必须得跟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啊 教授拿到一对A4啊 加注到了3万 Charles手里的十勾六四呢 是两门花 他够了 这样七八九圈单门花也够了 紧跟着老魏啊 反手A勾五三推出欧印 一三五的单门花推欧印 胜算可不咋地 别忽悠大家了 所有人的牌除了教授以外啊 真的没有说特别好的牌啊 这样的话四个人来到翻后 这手牌没有结束啊 来看翻牌 六四四 ABB名 老魏是拿到了一个双头顺的听牌啊 可能觉得自己牌还不错 但是Charles手里有四有六 哎呀 直接做成了葫芦啊 甚至这手牌 教授已经听死牌了 这看起来所有的A4啊 都被别人占完了 发一次还是发两次 已经不重要了 哈斯拉这个直播系统啊 还是比较先进的 他不像很多地方的那个胜算啊 不管别人有没有拿过这张牌啊 胜算都是按那种二四规则来算的 但到了哈斯拉桌上呢 如果你真的没奥斯啊 直接给你显示胜算是零 这个真的太爽了 三十万刀的底词啊 走个过场啊 归到自己手里啊 以后Charles只来打奥马哈算了呀 打德州的话总是输多赢少 打奥马哈反而是把好手啊 接着来看这手牌 P站的大明星呢 拿到了一对五 先手Rest到了一万五千 Charles一对三 大忙未跟住啊 站这边AK十四单门花 反手推露印 AK十的话还是OK的 也能玩 怎么着 AK55犹豫上了吗 跟呀 这不跟住是不是显得太不合群了 今晚上发财腰啊 打的是真稳啊 几乎没见他入过池 就剩下Charles一个人了 Charles现在可是牌桌上赢的最多的 当然更不能起牌了 确实啊 Charles的牌 其实还好啊 有一对三 然后呢又是一个两门花 完全可以跟住啊 这牌对上AA 我觉得也是有一战之力的 对吧 来了 底持十四万三千 不知道是发几次啊 翻牌两张九一张四 哎呀 这第三张九发出来 Charles直接是做成了葫芦 你看 我就说一对五不应该走吧 啊 还有第二次发牌啊 这一张三几乎给这样判了死刑啊 直接发到了查尔斯的手里啊 这运气啊 真的有点爆炸 摊上一张黑刀石 对于这样来讲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合牌草花 又是一个葫芦啊 这就离谱了呀 今晚查尔斯 自己也是皱了皱眉头啊 这一手牌一手牌啊 一个底持一个底持的收啊 你们可不要暗杀我呀 接着往下看 教授A圈八钩单门花 在查尔斯的身后啊 加注到了两万七千刀 查尔斯K589两门花跟住 这样这边 K670单门花 三个人的战斗 呃 胜算的话 教授啊 因为有张S啊 略微领先 翻牌K68两张草花 查尔斯的好运还在继续啊 Flop上查尔斯拿到K8两对 这样是一对K 教授呢 教授没牌啊 教授只有一对8 如果查尔斯打的话 教授应该是可以溜的 8万两千五的坡 查尔斯这是要 呃 这已经是打满池了 因为每个人啊 一手牌最多只可以下注十万 这样手里只有一万五啊 重K当然是要跟住了 这还是一个顺子听牌 哎呦 不对啊 这样是K6两对啊 K6两对还是被查尔斯所压制 想啥呢教授 教授这只有一对8 这牌还要跟吗 草花也只有一张啊 手里 不会这么拼吧 这么烂的牌都要跟啊 哎呀 有的时候搞不懂啊 教授在想什么 最终筹码呢 还是落了下去啊 还是要跟如日中天的 查尔斯啊 一较高下 必须得跟 必须得跟 这手牌 教授后门啊 倒是有花有顺 可以去追 就是胜算 真的是有点渺茫 转牌 有黑桃吗 没有 一张七 完了 教授直接听了死牌啊 现在就剩下了战孤军奋战啊 一张六 一张七 一张九 都没能发出来 这样的话 查尔斯赢下了第一次发牌 教授还有机会 转牌一张五 完了 教授 还有吗 没了吧 好像还有三张 A4道次啊 这样的话 呃 六道次 呃 四道次 或者九道次啊 去做成顺子 啊 最终合牌 黑桃二 面对两个对手啊 查尔斯还是好取了整个底持啊 又是一个scooper 今晚查尔斯真的是神了呀 手中筹码啊 从起始的应该是五万啊 已经变成了八十万刀 八十四万一千刀 再来看这一手牌 Miggy拿到了四五六七的连张啊 这种牌是一定要玩的呀 还是一个两门花啊 非常的舒服 先手打出一万六 丹尼拿到一对s 三败到了五万四 拼了吧 直接拼啊 丹尼希望发两次 不过Miggy要求啊 只发一次牌 输还是赢 生还是死啊 一手牌定胜负啊 别那么磨叽啊 这才是真正赌徒的心理 翻牌三七九 Miggy有戏 哎呀 转牌一张红桃四啊 Miggy拿到顺子啊 可惜 丹尼已经做成了童花 哎 今晚Miggy 再次输光啊 这已经 数不清啊 是他多少次啊 输光手中的筹码了 I have a 75 83 What a spin up here from Danny I think I've got covers Down to 37 Double up Double up And now he's on 159 5 How about that 截止到目前为止 Miggy 输的已经 差不多得有40万了呀 终于是 要及时止损了 不再从口袋里掏筹码了 拜拜各位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你们都是雪花 而我却被雪崩埋在了底下 你们给我记住啊 我还会杀回来的 再来看这一手牌啊 这样AK勾七丹门花推出欧业 教授这边是一手 A圈勾七的丹门花 哎呀 教授这牌被压制了 跟这样商量着 咱发两次算了 这样表示不可能发两次啊 就发一次 我妥妥的能赢你啊 翻牌K勾2 K勾2 这样拿到K勾两对 而教授没戏了呀 哎呦 哇 我说让发两次 我说让发两次 你非得发一次 怎么着 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这都行啊 这牌都能被发死啊 这样我觉得也别玩了 快回家吧 这张桌子太危险了 officially out of tilt 太不公平了 off tilt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那么这是尼卡尔布 尼卡尔布今天晚上 虽然说住持率啊 不是说非常的高啊 但是输的也挺惨的 A圈八九两门花 对上P战大明星的一对K 第一次发牌上来就是两张八呀 果然是个不公平的牌局啊 合牌呢 一张S 尼卡尔布拿到葫芦 赢下半个底池 还没结束 第二次发牌 又是一张S啊 还是两张黑桃 第三张黑桃 哇 可以的尼卡尔布 在结尾阶段啊 还是稍微回了点本 好 那么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最终啊 这张牌桌的结果如何 首先是入持率 两个灰色的名字 牌手已经阵亡了 奥斯和米基啊 入持率高 当然不是好事啊 尼卡尔布打得最紧 翻前加注率呢 教授高居榜首啊 太喜欢 艾莫因了 盈利宝 查尔水上75万8千 我的妈呀 Fast A2 P站的大明星 水上40万 输的最多的呢 奥斯水下15 张水下24 老魏水下35万 而米基输了整整40万 好 那么 这期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那咱们下期再见